以似金正恩专机离开平壤廖飞往新加坡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高峰会谈即将在新加坡登场 而金正恩5月访问中国时所搭乘的一流身76型运输机 今天已自平壤起飞 中庭中国南部城市广州 廖江转往新国 新加坡政府声明指出 总理李显龙今天稍晚将与金正恩会晤 消息人士本周稍早告诉路透社 金正恩今天将飞抵新加坡张义机场 金正恩2011年掌权后 唯一已知的搭机出访行程即是5月前往中国大连 他当时使用一流身62M飞机 另有一架一流身76型运输机随行 航班追踪网站显示 一架一流身76型运输机已于今天凌晨离开平壤 并于广州中停 廖江再次启程飞往新加坡 新加坡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 报道 张义机场已有冷冻货柜待命 报道指出 这架一流身76型运输机除了运载食物外 机上也有数量用以护送金正恩的豪华轿车